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下关于我们的DTP这个协议 DTP这个协议呢 我们说全称叫动态tranking protocol dynamic tracking protocol dynamic tracking protocol 动态创个协议 DTP协议私个私有 OK 所以在非司科的交换机上就不要去考虑DTP协议了 肯定没有的 而且注意也并不是司科的所有交换机都有DTP协议 例如我登陆到我们的机架上 你来看一下 对台2950交换机 收DTP开头的命令 回车 他有DTP消息 看到 默认情况下 在私科交换机上 DTP information 他呢 会每隔30秒发送一个叫DTP的哈喽包 这个哈喽包就是用来协商两个交换机之间能否形成创客链路的 OK 那一旦DTP形成完成之后 DTP呢 这个timeout tank超值时间会被设置为300秒 然后会告诉你有多少个接口正在利用DTP 那说明这个台交换机是支持DTP的吧 而这台3560也是支持的 来看一下吧 这台3560 DTP一样 每30秒发一次哈喽 timeout300 然后四个接口再运营DTP OK 那我登陆 我看一下哪台啊 19系列吧 SW1900 等会 3500吧 看这个好了 19系列太老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台3500是不支持的 OK 这台3500XL的交换机 说version 3500XL OK 那在这台交换机上 收DTP开头的 不可识别的命令 看到 他根本就没有关于DTP的任何的这种可查看的命令 那当然肯定没有这个协议 不可能说给你设计了让我这个交换机支持这个协议 但不让你看 对吧 那除非是一些非常底层的安全协议 否则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了 OK 不是四科所有的交换机平台都支持DTP协议啊 那在DTP这个协议当中 在DTP这个协议当中 我们呢 我们呢 认为交换机的接口 在运行DTP的时候 在运行DTP的时候 有三种状态 或者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DTP的模式 强制运行 二模式 第二种模式呢 叫做动态 Dynamic Deserable 叫动态期望 它是一个主动模式 什么叫主动模式 它会主动的试图跟对方建立我们的Trank 第三种模式呢 叫做Dynamic O2 A-U-T-O O2 叫动态自动 动态自动 动态自动呢 这是一种被动形式 这是一种被动形式 这个被动形式指的是 我在这里等待着对方向我来进行DTP协商 我不会主动发起 我会被动响应 OK 当然这是运行了DTP协议的 如果要把接口的DTP模式关了 当然接口还有一个叫DTP的off 就关掉接口的DTP功能 打开之后三个模式关闭有一个off 所以接口下关于DTP的操作一共是四种模式 关闭或者打开 OK 那怎么调整我四格交换机上接口的DTP模式 Interface F0-12接口 SwitchPod Mode SwitchPod Mode 打文号 Obsize SwitchPod Mode 就是DTP Off OK 这个模式的命令 就是SwitchPod Mode Obsize 我先写写了 Trunk Trunk 指定该接口是Trunk 那就强制把DTP的模式改成 SwitchPod Mode Trunk 另外两个 DD和DA 分别是SwitchMode Mode Dynamic O2和Desirable 我往上拉一下 看见了吗 O2跟Desirable OK DD 那当然就是SwitchPod Mode Dynamic Desirable DA呢 当然就是SwitchPod Mode Dynamic O2 OK 四种模式的四条命令 问题吧 除了这四条命令以外 其他的 SwitchPod Mode 其他的模式 像DOTIQ TURN 像PREVATE VLINE 其中DOTIQ TURN 是叫 SUKER的一个叫做 QINQ的技术 当然并不是 思科思有的 思科呢 可能叫做QINQ的技术 大家我们再说 PREVATE VLINE 是我们安全当中的 一个叫 私有VLINE的技术 OK 这是我SwitchPod Mode 后面的所有的 这些参数 那么 这些模式 有什么区别 O模式 它会主动向外 发DTP报文 DT 已经说了 本来就主动了 它也会主动发 DA呢 它是被动收 它不发 OFF呢 不仅不发了 而且我也不收 就算你给我 我也直接扔垃圾桶 我也不要 那换句话说 那换句话说 如果现在我们做组合 当A交换机 当A交换机 我把自己的DTP模式设成A B交换机呢 我的DTP模式也设置成A A认为我接口是创考 B认为我接口是创考 那么 现在我接口的公布模式呢 那肯定是创考 没错吧 OK 如果A交换机认为 我的接口的模式是A C交换机呢 认为我的接口模式是 动态deserved 我主动跟你协商 你认为自己也是创考 我呢 也非常强烈的 希望我是创考 那协商结果 当然 没什么问题 没错吧 那如果D交换机的接口 是被动响应 我也想成为创考 但是我很害羞 我不主动说 但没关系 A主动 没错吧 那A主动 D又不持什么反对意见 他呢 很乐意 也可以吧 那如果E交换机 是Oxize 如果E交换机是Oxize A说我一定是创考 E说我一定是Oxize 协商必然失败 对吧 那协商失败的结果是什么呢 A交换机 依然认为我是创考 我不变 我是Arm 我强制创考 不管什么时候 我就永远是创考 E交换机呢 永远认为我是Oxize 这么写吧 OK 那这样的话能不能通呢 画的有点乱了是吧 我再重新画一个吧 我的这台路由器 3640 连接到我的这台交换机 是哪台来的 29还是3560吧 然后连接到我这台交换机 2950 然后连接到我这台路由器 2611 我呢 将3560这个接口 强制设成DDP模式 我把2950这个接口 强制设成DDP模式 Off 对吧 那我来看 3640跟我2611 还能不能通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吧 3560interfaceF0-1接口 SwitchPodModeAccess SwitchPodAccessVLine1 2950上 InterfaceF0-1接口 SwitchPodModeAccess SwitchPodAccessVLine1 然后 2950 InterfaceF0-12 SwitchPodMode Trank 封装 我用DOTIQ 这台交换机只支持DOTIQ 就不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 SwitchPod Trunk 封装 没有 看到 SwitchPod的Trunk封装 后面如果没有封装命令的话 说明这台交换机是没有办法更改封装方式的 那没有办法更改封装方式 也就意味着这台交换机其实只支持D种封装 只有一种你改不了 哪一种呢 就是公有的802EQ 对吧 我已经说了SL四科现在自己都不支持了 对吧 OK 所以呢 它没有封装命令 那直接SwitchPodModeTrunk 对 这行啊 先做成Trunk吧 然后3560interfaceF0-12 SwitchPodTrunk封装DOTIQ ModeTrunk 接口到OK 那现在我们来测一下 现在我的中间这条链路 说一下 现在我的中间这条链路 两边都做成Trunk了 然后这边是有个SizeVLAN1 这边是有个SizeVLAN1 没问题吧 可以通信吧 我先做一下测试稍等一下 OK 通信 当然前面要有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没问题吧 OK 那我现在改一下 这台2950interfaceF0-12接口 我改成SwitchPodModeOxize 然后这台3560呢 我保持该接口F0-12 串口不变 嗯 怎么 没错吧 没错 OK 这个接口 我改成Oxize 就是Off嘛 这个接口呢 我保持创股变 那现在3640跟2611还能不能通信呢 我拼了99个包 都通了吧 OK 虽说现在我的DTP协商失败了 实际根本就没协商 3560认为我永远是创口 我干嘛要跟你协商啊 2950认为我现在根本就把DTP这个功能关了 我当然也不会跟别人协商 对吧 虽说DTP协商虽然失败 但是数据流通信不是有影响吧 没错吧 但是我们再看 现在我把3640画到Oxize VLAN2里 我把2611也画在Oxize VLAN2里 还是同一个VLAN吧 对吧 不涉及到我们的三层转发 那我们再来看 Interface F0-1 SwitchPod Mode OXize SwitchPod OXize VLAN2 R3560 Interface F0-1 SwitchPod Mode OXize SwitchPod OXize VLAN2 OK 它自动创建VLAN2 然后我们再去拼 我们多等一会儿 大概等16到17个包以后 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发包超时吗 不叫发包超时 叫我们的ICMP测试超时 对吧 两秒钟 那么等16个包左右 应该是30秒以后 对吧 前30秒我们暂时不考虑 因为前30秒 我们会有一些其他协议在做检测 暂时还没讲到 30秒之后 那些协议检测完了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正常数据流通信了 如果还不同 那就说明确实不通了 现在几个了 3个 4个 5个 6个 7个 8个 9个 10个 11 12 13 14 15 16 超过20个了 OK 依然不通 不等了 那明明刚刚OXize 1 在我们的这个拓扑当中可以通 OXize 1在这个拓扑当中可以通 一旦我把两个设备换到了 另外一个VLAN就不通了 为什么 本征VLAN问题 OK 什么叫本征VLAN问题啊 现在 当2611把数据发送给2950对来交换机的时候 2950检查发现这个接口是VLAN1 没错吧 那我可以在VLAN1当中的接口下做放红 这个接口是VLAN1吧 放红出来 而现在呢 我把它画到了VLAN2里 我把它画到了VLAN2里 这个接口呢 我没动还是VLAN1吧 它能放过来吗 不可能吧 这跟本征VLAN有关系吗 没关系吧 OK 那按照我们的分析的话 我把2950interface F0-12 我也画到 VLAN2当中 那现在 那现在 2611发过来的数据 我就可以在这个F0-12的off当中发送了吧 做放红了吧 我先停一下 然后我拼 重复15个 前15个包 我们把它测试 我们把它测试时间算出来 这15个包拼完 我们再去拼 OK 这15个包不通 再往后的包 还不通 那说明现在就算我把这个接口画到VLAN2里 也不行吧 OK 那么这个不行 我们考虑一下 我们考虑一下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2611发过来 被2950收到 2950从这个接口价向外做放红 在这个接口向外做放红的时候 什么数据帧格式 是带有标签的 还是标准以太网数据帧的格式结构 标准的 因为是有个Size接口 那现在这个标准以太网帧结构 被3560收到 3560发现 我这个接口应该是一个创口 收到的应该是 什么呢 没带标签的应该是VLAN1的吧 VLAN2的必然带标签了 VLAN3的也带标签了 VLAN4也带标签了 那你发过来一个标准以太网认结构 那我就认为你是一个VLAN1的流量吧 NativeVLAN 那VLAN1的流量被我收到之后 我可以从哪放红呢 我可以从所有VLAN1的接口下做放红 但是恰好这个接口是属于VLAN2的 放红不了 对吧 放红范围当中不包括你 所以呢 你这台路器是收不到的 OK 导致数据不通 没错吧 OK 那换句话说 在DTP协议当中 虽说一个交换机是on 一个交换机是off 协商不可能成功 但是其实并不会影响到数据流的通信 数据流 该发还是发得出去 该收还是收得到 但是收到之后具体怎么去放红 那就不是我DTP协议所能决定的了 而是你的交换机转发原理了 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数据流你收到了 没错吧 OK 那如果我把A的模式改成off 那么一端off一端on 刚刚说过了 没问题 对吧 协商失败 但是数据流没问题 那一端off一端是滴滴呢 一端off一端滴滴呢 看一下啊 2950上 我interfacef0-12 先把刚刚这条命令 弄掉 这就是改成off吧 随着port的modeaccess 弄不弄掉无所谓了 这是off吧 然后我把3560interfacef0-12 switchport的mode 我改成动态deserved 我改成DD OK 我把结果刹当 我把结果关掉 然后我把结果 no刹当 我让它重新开启 然后协商一下 协商结果呢 你可以使用命令 show interface trunk 去查看 show interface trunk 可以列出来 我这台交换机上 哪些接口 现在是正在运行一个 trunk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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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how vlan brief 0-12口 被默认画到了vlan1当中 明显是口可size吧 所以呢 当一个交换机是off 一个交换机是DD的话 两个接口自动都会设为 oxys 那它属于oxysvlan几呢 那就取决于你的这个接口下 你的这个接口下 有没有这样一条命令 interface f0-12 switchport oxysvlan 多少 如果有这样一条命令 那一旦协商结果是oxys的话 它就属于vlan2了 如果没有呢 就属于vlan1 但前提注意啊 必须是协商结果把该接口设置成oxys之后 这条命令才起作用 如果协商结果表明这个接口是trunk 那这个命令 不管你敲oxysvlan几 都没有任何效果 OK 当然 如果这个接口是一个da 协商结果呢 肯定也是oxys dd主动 期望 都没戏 更何况 这种不主动的 对吧 那如果a是off 对端也是off 那毫无疑问 oxysv 对吧 OK 如果a是dd 如果a是dd b呢 b呢 是on 刚刚说过 trunk可以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interface f0-12 switchport mode 动态deserval 2950上switchport mode trunk 2950是modeon 这边是动态dd OK show interface trunk OK 我把接口关了 再开一下 不想等它的自动的 那个hello时间发送了 不然的话有点慢 接口 no刷到打开 不会吧 犯这么低级错误 if0-12 动态deserval 这一顿 没错啊 2950 f0-12接口 mode trunk 3560 f0-12接口 mode动态deserval 没错吧 OK 没错 我看一下 接口的连接 应该没错啊 f0-12接口 upup OK 咦 太不给面子了 这端起来了 3560 这一端没起来 嗯 我来看一下 接口下面 DTP报文的方式 正好说一下这条命令吧 收DTP interface 这条命令呢 可以看一下啊 所有接口下面 我们的这个DTP 现在的一个情况 OK 那我加上接口编号 F0-12 我只看F0-12接口 别的不看了 F0-12接口 现在有没有DTP 报文的接收 跟发送啊 F0-12接口 现在 现在他的一个 DTP状态 没有数据包被接收 有数据包发送 没有数据包被接收 这端802.1Q 这端我难道换封装了 没错啊 802.1Q 哎 奇怪了 这样的话 我交换机 又想要我这台设备商 我机架上面3550被他们借走了 还没有哪台设备 可以再调DTP了 想给你们看这个Tronk的 显示还看不了了呢 噢 晕 晕 晕晕晕晕 F0-1啊 嗯 随致的 Mode Dynamic Divirable 噢 0-1啊 这边是 这边是 S Interface F0-1 不好意思啊 拓谱记错了 F0-1 随致的Mode Tronk改成二模式 3560上 Switch Pro的 Tronk 封装 封装 暂时先不管了 直接Mode 动态 Desirable 谁改过我的VTP啊 谁改过我的VTP啊 那我VTP OK VTP暂时没讲到 可能谁做实验的时候修改过机架的VTP VTP 暂时不管 OK 好了 OK 我的问题啊 好像刚刚拓谱图画错了 是吧 这是EQ 这是EQ 这是12 OK 好 那一旦当你的Tronk形成之后 Show Interface Tronk会列出来我交换机上的Tronk链路 Tronk接口有哪些 那注意 这个时候在3560上Show Interface Tronk跟2950上Show Interface Tronk是不一样的 2950上由于我写的是ON模式 所以呢 Show Interface Tronk它显示的是Mode ON 封装802.1Q 工作状态正在Tronk OK 而这台3560 RF0-1接口模式就不是ON了 动态Desirable 它显示叫Desirable 封装也不是802.1Q 封装叫N-802.1Q 工作状态呢 也是Tronk 什么叫做N-802.1Q啊 Interface F0-1 Switchport Tronk封装 N-802.1Q的N 指的是这个参数 叫negotiate 叫协商 negotiate是802 是DTP协议 是DTP协议的一个附属的功能 或者说追加的一个功能 你不是说DTP这个协议是用来动态的决定 我的接口到底是ExitRTronk的吗 那干脆 不仅动态的决定 我接口是有个Site接口 还是Tronk接口 甚至你一块帮我决定 如果我是Tronk的话 我应该用ISL的封装 还是用DTP的封装就完了 对吧 不然的话 就算你动态的帮我判断好了 我这个接口呢 是Tronk电路 但是我还要人为手工指定 到底是用ISL封装 还是802.1Q封装 还是麻烦 那不如你一并帮我决定完了就算了 OK 换句话说 我们的这个封装方式 802.1Q的这个封装 也是通过DTP 这个802.1Q的封装方式 也是通过DTP协商得到的 所以说叫协商8.2Q 但是注意 那必须要求你的封装是 你勾谁的才能生效 如果我在3560上 直接把这个接口 Switchport Tronk封装 强行指定了到DQ 而不用negotiate 代表什么呢 我放弃协商 我就规定这个接口 如果是Tronk的话 必须是802.1Q的封装 不能用ISL的 OK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 Do Show Interface Trunk 就不再是N-802.1Q了 直接是802.1Q OK 这是有区别的 N-802.1Q是我的协商结果 而没有N- 直接写的802.1Q 就是强行指定 那你考虑这样一个情况 现在就算我交换机A 我这边用的是DD 动态的 期望 我交换机B 这个接口的DDP协议呢 用的也是DD 但是我一端用ISL 一端用802.1Q 依然不行吧 依然不能这场工作吧 你要想手工指定的话 要不然就两边指定成一样的 要不然你就干脆别手工指定 让两个人自己去协商就算了 OK 清楚 后面 NAT5未来 对吧 然后再下面指的是我这个 我这个802.1Q Tranking当中 允许的 哪些VLAN 从我列上经过 然后VTP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还有我生成术的一些相关信息 VTP跟生成术暂时没讲 这个呢 我唠VLAN 说一下 他这个 我唠VLAN VLAN 我唠 On Trank 指的是我 Interface XF0-1接稿下 所做的这样一条命令 叫Switch Pro的 Trank 我唠 VLAN 有哪些 默认如果我没有使用这条命令做限制的话 应该是1到4094 都可以的 1到4094都可以的 0和4095 那两个VLAN 我们说系统保留了 对吧 不让我们用呀 不让我们看 所以这块不会显示的 但是你可以改嘛 例如我这个Trank上 我只允许 12345 我只允许这五个 Do Show Interface Trunk OK 你可以改 Trank所允许的VLAN的这样一个范围 当然 在你敲允许VLAN的时候 除了直接敲VLAN编号以外 还可以敲ID 叫追加 什么叫追加呢 这个接口原来我已经规定 它允许1到5了吧 但是今天我们开会 我们做隔阶 要求呢 多增加一个VLAN7 那你就 Add7 ADD7 然后 Show Interface Trunk 它会在原有的1到5的基础上 再追加一个 而不是覆盖 OK 那如果你要是没加这个爱的的话 我直接允许VLAN7 它会把原来的结果覆盖掉 对吧 原来我这可能敲了一串了 13579 什么11 18什么200 300 300500 敲了一串了 我就想追加一个 那如果不带爱的参数的话 你必须把原来的什么 135 479 100 200 都重新敲 然后再追加一个7 才可以 对吧 那现在出现了爱的参数 原来的不用管 直接加一个爱的7 再一个爱的8 再一个爱的9 直接往里加就OK了 OK 这是ADD ALL就不说了 默认如果不敲就是ALL 允许所有VLAN 对吧 你敲ALL跟敲1到39次是一样的 Except 叫除了 叫除了 例如 我允许VLAN1到10 和我允许VLAN Except 11到4094 这是一个效果 对吧 这两条命令 一模一样没区别 所有的VLAN是1到4094 我只允许1到10 跟我允许除了11到4094以外的VLAN 不还是1到10吗 两种敲法 OK 看你怎么敲方面了 例如我公司只允许VLAN1 那我就个老VLAN1 我公司允许除了VLAN1以外的所有VLAN 那我就一个Except1就完了 对吧 怎么敲方面怎么来 Remove OK 刚刚有个ADD add增加 Remove就是减法 移除 原来可能我VLAN列表里面有二三十个VLAN 现在我想单独的按照今天的整个一个隔阶要求 删掉其中的某一个 RemoveVLAN7 对吧 单独把原来的这个VLAN列表当中的7拿走 OK 连续的VLAN编号 可以使用1- 不是1- 就是X-Y这样的一个格式 例如1到20 如果是不连续的呢 可以用到号隔开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应该都清楚吧 OK 这是Trunk 老为了 DD和 DD和DD 肯定也是Trunk OK Default Interface F0-1 我把F0-1处置的话 Default Interface F0-1 F0-1处置的话 然后我重新配 Interface F0-1 SwitchPod Mode 动态 Deservable RF0-1 RF0-1 SwitchPod Mode 动态 Deservable 两边都是DE 然后 Show Interface Trunk Show Interface Trunk 协商结果 该接口依然位于Trunking 对吧 依然在用Trunking进行工作 封装呢 没指定 二者依然是协商 默认都是协商 OK 协商结果 8.2EQ OK 对吧 次科自己对ISL的支持呢 也并不多了 DA 一个主动 一个被动 协商结果 依然没有任何问题 2950上 SwitchPod Mode Dynamic A2 2950改成DA 3560呢 还是滴滴不动 Show Interface Interface Trunk Deservable N-89EQ Trunking 2950上 应该是O2啊 Interface F0-1E SwitchPod Mode 动态 O2 没错啊 OK 刚刚为什么没生效呢 模式应该是凹凸啊 然后封装 这台2150只支持802EQ 它不支持协商 对吧 它不支持ISL 所以封装这块就没有N杠了 工作模式现在正在位于Trunking OK OK 没问题 DD跟OFF 这个呢 Access 2950上 Interface F0-1 SwitchPod Mode Access 我把2950改成OFF 然后3560 然后3560 ShowInterface Trunk 没有吧 协商失败 没有Trunk连路 所以3560这边DD也变成Oxess 2950这边OFF也是Oxess OK DA DA和ON 协商结果是Trunk 可以见得 2950上SwitchPod Mode Trunk 我改成ON 3560上 Interface F0-1 SwitchPod Mode 动态 O2 3560改成DA 2950是ON 3560上 ShowInterface Trunk OK DA和ON 那换句话说 DA本身是被动的吧 被动协商我不会主动的向外发DDP 否则不可能叫被动 ON模式呢 很明显主动在向外发DDP消息 不然的话 我这个进列路肯定我这个结果说不到了 对吧 不可能前上成功的 OK 所以在这四个模式当中 R模式和DDP模式都会主动向外发我的DDP消息 OK 没错吧 OFF跟DA都不会主动向外发 OK OK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ON跟DDP的这个主动向外发的DDP消息被关掉呢 例如 例如 我现在购买了一个交换机 这个交换机 这个交换机 我把它的一个接口人为的改成ON模式 让它强行指创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希望对端交换机检测到我是一个思科的品牌 对吧 我这个网线对端可能连接的是其他公司 是我的一个合作伙伴 为了安全 我不希望你检测到我向外发DDP消息了 只要他一检测到我向外发的DDP消息 他就知道你买的是思科的 然后我再去花钱雇佣一些对思科设备非常了解的黑客 我用思科产品 那你必然有这样的一个漏洞 必然有这样一个bug 从而对你发起攻击 可能吧 那现在我用ON模式 对端也收不到DDP消息 对端也没有办法判断我是思科的 还是华为的还是华专C的还是什么那个阿尔卡特朗讯的 还是什么其他品牌的 他要发起攻击呢 多多少少会增加一些难度 对吧 但是我现在就算把思科的这个DDP模式改成A 你发现思科还是会向外发 不太安全了 DD模式主动向外发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就是为了主动去协商 奥模式有没有办法让他不去发呢 保证安全性呢 Interface F0-随便敲一个接口 比如5 SwitchPod Mode Trunk 奥模式吧 先改封装 SwitchPod Trunk 封装 Totique SwitchPod Mode Trunk 奥模式吧 SwitchPod Non-negotiate 这样一条命令 negotiate叫协商吧 SwitchPod Non-negotiate 叫非协商 这个非协商指的就是 我的这个奥模式不再允许向外发DDP消息 当然你肯定检测不到了 OK 但是注意啊 但是注意 如果我随便换个接口 是这样 SwitchPod 我的Mode 是动态 Desirable 这也会主动发吧 那你再敲随时Pod 当你勾谁的 不让他发 这两条命令根本的意义是矛盾的 对吧 他是不让敲的 你现在又希望我主动发 主动协商 然后又不希望我主动发 到底我该发还是不该发 矛盾 所以他根本不让你敲 看到命令被拒 Command reject 命令被拒绝 这两条命令出现矛盾 negotiate跟动态 这两个状态出现矛盾 当然既然他说的是动态 和我这条命令矛盾 那他没说是动态 Desirable跟我矛盾吧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interface F0- 随便改个接口 SwitchPod Trunk SwitchPod Mode Mode 动态凹凸 我敲随便拨的 能够谁的 也不行 看到 只要是动态就都不行 为什么说凹凸也不行呢 凹凸本来人家就不主动发 对吧 注意啊 动态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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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 很明显吗 如果我A这边DD 我的B这端呢 是DA OK那我不主动发可以 但是一旦他向我主动发过来之后 我必须能够被动的做响应吧 不能说他发过来一个包 我不搭理他 那我不搭理他 他怎么知道我对端配的是什么呀 他怎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接口 协商成功成创呢 你问我什么东西我都不搭理你 那咱俩根本没有办法协商吧 OK 没错吧 所以他会被动发 那你再考虑 如果B这端我人为的给他改成了 A并且A的同时 能negotiate 第一 他不会主动发 没错吧 第二 对方主动给我发之后 我也不会去响应了吧 我不再发任何DDP消息吗 那这样的话 A和B 一端DD 一端A 还起得来吗 B这个接口肯定起得来 永远是 但A这个接口呢 起不来了 我一直在向对方发起DDP消息 对端一直不给我响应 那我认为对端 不支持DDP协议呗 不支持DDP协议呢 要不然你是非斯科的产品 要不然呢 对端可能连接了一个 PC吗 我向PC发DDP消息 PC是不可能够响应的吧 那我认为对端是PC的话呢 很明显是 我再一次咯 看一下 3560 Interface F0-1 我default吧 我先把这个处置化 然后Interface F0-1接口 SwitchPod Trunk 封装 DOTQ SwitchPod Mode Trunk 2950上 default Interface F0-1 Interface F0-1接口 SwitchPod 我们要干嘛来的 Mode Trunk SwitchPod Non-negotiate 然后我把交换机这个接口啥当 有笔吗 你好几筒 三筒是吧 没事没事 写错行 三筒 没事 来我们等的时间应该足够长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3560 Do Show Interface Trunk 没有 Do Show VLAN Brief F0-1接口 依然放在 Win8的这个滑动 怎么这么别扭 F0-1接口 依然放在老格Size的VLAN1当中 对吧 DD和按摩室 如果按摩室当中 我敲了这样一个 Nonegotiate 它并不会去响应任何DDP报文 所以对端得不到响应 肯定要把自己接口 置为Oxize了 清楚 但注意啊 Nonegotiate的这条命令 是不可能跟任何的动态模式去发的 按那个配合使用的 动态reserval也不可以 动态auto也不可以 OK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表格上 DA和A DA和DD 这刚刚写过了 DA和DD OK 不行了 DA和DA呢 那双方都不主动发 当然Oxize了 对吧 DA跟Off 没什么可说的 Oxize 任何的两种 任何的两种 我们的DTP模式 协商结果都列在这里了 OK 但是这里面呢 PS两个 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是RSL 还是DOTQ 协商之后的Trunk 是RSL 还是DOTQ 那取决于 接口下的SwitchPort Trunk Incavolution 如果Incavolution是固定的 那要求两端 必须手工固定的一致 你是SL 我也是SL 你是DOTQ 我是DOTQ 除非两端都是SwitchPort的Trunk封装 negotiate 或者一端固定 一端negotiate 没错吧 否则的话 就算你这个Trunk 这个T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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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起来 数据流通信也会有问题 没错吧 默认 默认 思考所有交换机 但凡只要支持ISL跟8.2 可以有两个封装协议的话 默认的Trunk封装 都是negotiate 除非不支持 要不支持的话 支持哪个 默认封装 就是哪个 OK 这是PS的第一点 PS第二点 如果是按摩室 并且这个按摩室 敲了 nonnegotiate 敲了 nonnegotiate 那这个按摩室 他就不能够再去和DD 以及DA 协商成为Trunk了 对吧 我不再去发DDP消息了 那思科交换机 默认情况下 接口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DDP模式 是DD呢 还是DA呢 还是ON呢 还是OFF呢 封装 思科所有交换机 默认是negotiate DDP模式 默认的呢 不同型号不太一样 其中我们机架上面那台3550被借走了 我们看不了了 我这里面就跟大家直接说一下好了 其中3550交换机上 我去哪去了 其中3550交换机上 默认的DTP模式就是DD 但是升级到3560之后 3560系列交换机默认的方式是 DA 改了 为什么3560默认的封装是DA 3550是DD呢 因为在3550当中 我们没有考虑安全问题 我们只考虑方便了 默认我是期望成为TUMP的 如果你买个3550 什么都不配 两个交换机一插 我创个自然就起来了 对吧 数据流自然就通了 但是这样的话 太不安全 太不安全 为什么太不安全呢 你想啊 我买了一个3550交换机 24口的 我呢 随便插了一个网线 到另外一台3550上 这个创个自动就起来了 我什么都不用做 对吧 默认的地的 OK很好 但是你忽略了 另外23个连接PC的接口 如果这些接口 你上来也什么都不做 也默认是DD吧 那连PC PC不做DDP响应 对吧 那它会自动变上个size 这个是自动做成trunk 听起来很完美 但是 一旦我某一个接口 被黑客连接了一根网线 到黑客自己的计算机上 然后我在黑客自己的计算机上呢 从网上下载 或者自己人为写一个软件 让这个软件可以向外发DTP报文 这个不难 只要我知道DTP报文什么结构 我封装出一个相同结构的数据包箱 给发就完了 对吧 那只要我一发 我跟交换机之间自动会形成一个trunk吧 那一旦形成trunk之后 所有微烂 泛红到3550这台交换机上的泛红流量 都会被他泛红给这个trunk 被我接收到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任何微烂的数据流 都有可能被这台PC监听 这些泛红的数据包 对吧 从来他可能对我们的整个网络 网络安全造成威胁 OK 这是一方面 他可以听 另外一方面 如果他的网卡支持给数据包标tag的话 那他可以直接向外发出来一个带tag的数据包吧 那我把我的数据包tag写成2 这个包是个病毒 那我就可以对微烂2里面的所有PC发起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攻击 或者木马的攻击 或者如中的攻击 那如果我把我的数据包的tag打成3 我可以攻击所有微烂3的 我把我的tag打成4可以攻击微烂4的 我想攻击网络当中的任何微烂都可以 对吧 那这样的话对网络极不安全 OK 那到3560上 如果我默认用的是DA 当然如果你主动向外发DTP消息的话 也有可能造成我们的串股攻击 对吧 你也发DTP 咱俩协商还是可以成功 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但毕竟要比这个3550来的好一点 至少我不主动 只要我不主动 对端可能就不太容易去探知我到底是不是具有DTP协议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词刻交换机了 对吧 黑客往上一插 他也不知道我所连的这个交换机是思科的 还是华为的还是什么的 他在自己运行DTP软件显得不那么有意义了 对吧 当然只是很低端的这样的一个防护的一个安全的功能 但总比没有强 真正要想做到我们拒绝这种所谓的微烂跳板攻击 或者拒绝我们的这种那个微烂创作攻击的话 那还要配合着很多一些其他的安全技术 其实最简单防止攻击的方法 就是把企业网络当中所有这些交换机不用的端口 全都人为把它杀当 对吧 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这样就算黑客拿一个网线网上一插 没用 只要他不能够利用康走线登录到交换机上 把这个接口人为手工弄杀浪 那一点都没有 插浪一下也没有 对吧 接口不工作 清楚 OK 3550默认是DD3560就变成DA了 而且 而且 在2900XL和3500XL 以及iOS版本低于12.1的2950和3550系列交换机当中 我们是不支持DTP协议的 我们基甲上那台2950iOS我刚刚升到12.2 所以支持了 原来是不支持的 OK 从12.2以后的iOS 3550以后就全都支持DTP协议了 原来早期的时候是不支持的 这两个产品线 不管iOS版本 什么版本都是不支持的 然后以及12.1以前的都不支持 清楚 那DTP说了这么半天 数据包 这个协议的格式 是什么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机架上面抓包的话 不太好抓 因为我那根往线 我那根长达20米的往线 找不到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原来抓好的包 OK 这些抓到的都是DTP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包 对吧 动态 川庭 普通口 随便打开一个 DTP的数据包 二层呢 利用的是802.3 以太网封装 而不是以太内的二型了 OK 原Mac地址 原Mac地址 我接口的Mac 例如刚刚我们做实验 一直用这个交换机的一口 对吧 那他向外发的DTP消息 利用的就是收interface F0-1 F0-1接口的Mac 做原Mac 用的就是这个Mac地址 OK 原Mac地址 是我这个磁科交换机的Mac地址 目的Mac地址呢 注意 0100 0100 0C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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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ac地址也是斯科的Mac 只不过斯科不把这个Mac地址 固定给任何一个产品 而保留下来 单独的做斯科的CDP协议 VTP协议 DTP协议 东代川庭普通口协议 以及PJP UDLD 这些斯科私有协议的目的Mac OK 这些都是斯科私有协议 他们的目的Mac都是这个Mac地址 这些Mac地址 在斯科交换机上 在斯科交换机上 出场的时候都已经固定的写入到了我的Mac地址表项里 0100 0100 0CC CCC 表明所有斯科交换机 一旦收到这样一个目的Mac地址的数据帧 立刻把它发送给交换机的CPU 由交换机的CPU对这个数据帧进行处理 而不能泛红给别人 对吧 也不能从某个接口单拨给别人 OK 0100 0CC 我们说802.3 这样的一个以太尔夫双协议 不能单独的直接关联上层 它必须配合着LLC802.2 LLC 我们的逻辑列路控制层协议 进行工作 对吧 802.2的部分 再上面 802.2在上面 就是动态川坑普德扩了 当然这个也不是三层 动态川坑普德扩本身就是一个二层协议 它的格式 首先 第一部分 版本号 DTP版本 版本123456789 对吧 往上升级用 但是现在我们的DTP版本都是1 都是1 目前没听说思科设计了DTPVR 所以现在我们都是版本1 写的是0X01 代表版本1 第二部分 赌卖 叫做欲 这个赌卖欲 跟DTP协议 没什么关系 它指的是我们接下来 今天不讲了 明天要讲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叫VTP协议 VTP协议 这个协议要想工作的话 我们必须人为配置一个赌卖内 DTP在进行我的这个DTP的 Tranking的状态协商的时候 要求两台交换机的VTP协议 DOMANAME必须相同 它会把我自己的这个名字发出去 如果对方发现 这个名字跟我的名字不一样 那是不允许协商的 会报错 我们来看一下报错 VTP明天详细再说 我们今天简单来看一下 我interface F0-E接口 SwitchPort的 Trunk 封装 DQ SwitchPort的 Mode 动态 Desirable 先杀当 2950 F0-E接口 SwitchPort的 Mode 动态 Desirable 两端都是动态 这端有 Negotiate SwitchPort的 Non-negotiate 我把它删了 SwitchPort的 Trunk 两端都是动态 Desirable 协商肯定可以成功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我把两个交换机的 VTP Domain 2950 改成沃尔夫 3560 VTP的Domain 我改成0 两端的VTP的名声 不一样的话 interface F0-E接口 我No SAT 把它打开 我们来看 一旦我收到对端 发过来的DDP消息 会弹来这样的一个 Log 3月1号 凌晨2点20分12秒 但是这个时间不对 机架上面的时间 我没改 在某年某月某日 某一天 几十几分几秒 DTP的五级报错 DTP协议的五级告诫 Domain mismatch I'm able to perform trunk 我现在不能够去准备 我现在不能够去准备 Tronk的协商 为什么不能准备呢 因为F0-E接口下 因为F0-E接口 这个不能协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这个VTP的Domain Mismatch了 OK B指 指的就是这个 VTP 独卖 状态 状态 自断 表明 现在我的这个DTP的状态形式 DTP类型 Neighbor OK 状态 我们呢 on off DD DA VTP类型呢 DTP类型呢 不用去管了 我们这个类型 现在没有其他的这种格式 然后Neighbor 我在这个接口下 发现的对端 苏科路由器的 这个Mac地址 接口的Mac地址 OK DTP的整个报文 你会发现 没有任何字段的是加密的 而且结构也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的黑客 要想伪装一个DTP消息 是非常容易的 OK 那也正是因为 这个DTP的消息的伪装 太容易了 所以一般来讲 只要我们做 我们的企业园区网络的安全的话 都建议大家把DTP功能关掉 绝大多数的我们的项目当中 都建议大家把DTP功能关掉 这样的话安全一点 所以 所以斯科这个DTP协议 用起来确实很爽 用起来确实很爽 但是安全隐患也会变得很大 所以呢 这个协议呢 不建议大家用的过于普及 或者说用的过于广泛 能不用尽量还是不要用 不要那么懒 你说我接口想成为Trump的话 那你人为敲一下就完了 对吧 别让他自己协生 其实命令也不用不多 想让接口成为Trump就两条命令而已 清楚 OK 然后查看命令 收DTP 这两条 一个是直接回车 另外一个是加接口 刚刚已经说过了 直接回车呢 看我这个交换机上 DTP的整体运行情况 然后加接口的话 看的是我这个接口下 DTP的报文的发送接收 然后具体的这样一个工作情况 OK 这是关于我们的DTP这个协议 没什么问题了吧 什么意思 全局模式下 DTP这个协议 No DTP 没有 它是必须 它是必须依赖于接口去工作的 就是我只能把某个接口关掉 或者把某把某些接口关掉 不能全局做 嗯 把接口的DTP协议关掉的话 就是interface F0-1 Switch Pode Mode Obsess 对吧 这就是DTP模式off吗 关掉DTP协议吗 对或者是直接刹当 没错 OK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OK 没有了 我们先关键休息一会儿 我们先关键休息一会儿 好